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关怀全球开拓视野 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收看大爱全球视野 让大爱带您认识全世界 我是张辅昌 埃及前总统穆鲍拉克 掌权长达30年 在阿拉伯之村期间被捕入狱 如今已经事隔两年 埃及法院下令释放 这会不会对埃及政坛产生影响 值得我们观察 中秋节即将到来 家家户户都准备全家团圆 烧烤吃月饼 香港人也不例外 不过已吃文明的香港 却是一个很浪费事物的地方 要如何改善这种习惯 引起各界的讨论 而我们都知道 非洲的肯亚是动物王国 但是生活在肯亚的大象 却面临掠杀的命运 动物保护团体正在想办法拯救大象 成效如何值得探讨 而在少子化的时代里 每个新生儿都是宝 英国特别设立新生儿专业招呼中心 让宝宝能够在最棒的环境下长大 我们一起来看看 首先我们来探讨 释放穆巴拉克对埃及政局可能的影响 埃及前总统穆巴拉克 现在已经是高龄85岁的老人 而且也是阿拉伯之村 被推翻下台的过气强人 从这两个点来看 穆巴拉克的可利用价值并不高 但是埃及法院 为什么会选在目前这种 兵荒马乱的政局中 释放穆巴拉克令人不解 我们都知道 穆巴拉克是一个独裁统治者 他足足统治埃及30年 使埃及变成一个封闭不民族的国家 但是穆巴拉克时代的埃及 是阿拉伯世界的老大哥 也是尾巴问题的调节者 更重要的是 当时的埃及一直是美国的好盟友 因此原则上 美国并不讨厌穆巴拉克 从这个角度来做思考 埃及军方所支持的临时政府 是不是想消费穆巴拉克的剩余价值 企图利用穆巴拉克和美国的友好关系 以及穆巴拉克对阿拉伯世界的影响力 让他重出江湖 来稳定目前复杂的政治局势 但是如果这样做的话 那就等于宣布了 埃及将重新回到 阿拉伯之村革命前的政治环境 那么埃及民众能够接受吗 就目前而言 埃及民众对于释放穆巴拉克的反应 出现两极化的现象 支持者欢呼庆祝 反对者则是大表不满 这两种两极化的民意 加上埃及国内 世俗派和宗教派的对立 以及国际社会的不同立场 使得穆巴拉克的未来角色 更难确定 十几名支持群众聚集在埃及拖拉监狱大门口 庆祝埃及前总统穆巴拉克 22号积压其满获释 林志政府随即下令军机 将穆巴拉克送往开罗附近的一家军医院 进行软禁 以免埃及局势再先波澜 曾经统治埃及30年 现年85岁的穆巴拉克 2011年血腥横扫阿拉伯之村革命 遭人民推翻 被指控共谋杀害近千位抗议民众 2012年遭判无起徒刑 2013年法院接受他的上诉 重新审判此案 然而穆巴拉克获释 对目前还在水深火热中的埃及 投下一枚震撼弹 中东飞机家担心 一货惊涛骇浪恐怕会再度掀起 针对穆巴拉克获释的社会舆论 已经出现明显分歧 很多人忧心忡忡 已经杀出的民主之路 会不会付诸流水 回到原点或许是埃及未来可能的一条路 但是历经两年半的考验 不止埃及 整个中东都改变了 阿拉伯之称民主革命浪潮 在中东各地掀起不同局面 伊朗镇压 利比亚政权更迭 叙利亚内战 约旦 黎巴嫩 土耳其 伊拉克 沙尔地阿拉伯和阿拉伯联合大公国 还能全身而退或置身事外 连续两个独裁和险星杀戮的腐败政权 埃及人民没有那么天真了 就连生活在几十年独裁政权底下的民众 也渐渐改观 聆听人民的声音 是抗争带给中东世界最大的启发 赢得人心才能稳坐网位 军政府学到这个教训 推翻遭霸出总统沐西之前 先巩固广大人心 支持沐西下台的民众 远远超出当初票选沐西担任总统的人数 即便如今军政府也沦为民众攻击的对象 但是当初民众的支持 永远是洗刷罪名最好的借口 埃及政权更迭 血腥屠杀为中东世界做了最血淋淋的示范 国家经济成长率大跌 欠债累累 暴力阴霾和国际社会谴责 即美国取消美埃联合军演后 欧盟也停止对埃及武器出口 埃及暴动冲击宛如脱缰野马难以掌控 埃及的一举一动全世界都在看 可惜的是叙利亚为内战付出的惨重代价 埃及并没有学到教训 遭霸出的埃及民选总统穆希 无视民意和法治 民调大幅下跌 直到愤怒民众走上街头 已经是无法掌控的局面 埃及暴动证明 慕希会一手建立的政权 彻底失败 莫巴拉克能不能恢复自由身 还是个位置数 眼前他还要为无辜牺牲的数百条性命 接受法律制裁 未来埃及局势恐怕还会有变数 埃及局势本来就很复杂 现在释放穆巴拉克后更增添的变数 国际社会都相当关注 而在亚洲的华人 现在对即将到来的中秋节特别关心 谈到中秋节就让我们想起月饼和烧烤 华人好像已经习惯用犒赏五脏六腑的方式 来庆祝中秋节 而香港人也习惯用月饼和烧烤来庆祝中秋节 但是你们知道吗 香港在2008年总共销毁了280万个月饼 而丢弃的烧烤食材中足够让一家三口的家庭吃上82年 由此可见香港的食物浪费相当严重 而食物浪费的情形不只出现在中秋节 平常也是如此 因此香港已经成为全球食物浪费最严重的城市之一 根据统计 香港每天制造3500吨食物垃圾 越占固态垃圾的三分之一 而食物浪费不仅不环保 也造成了垃圾处理上的负担 专家估计在2018年 香港现存的7座垃圾掩埋场将会达到饱和 再也不能处理任何东西 而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当地研究人员正在积极研究发展 处理的改良技术 他们希望能够从废弃的食物中 提炼出有用的物质 或是制作成生殖材料 以达到废物利用的目的 酒楼 茶餐厅 大排档 川流无息的食客人潮 这里是香港 亚洲有名的美食之都 但是美食的背后 却存在严重的食物浪费问题 每天我们有超过3500吋的食物 据当地环保团体统计 2008年全香港有280万个月饼 因过期而报废 那年中秋节烧烤活动 丢弃的食材足够三口之家吃上82年 食物浪费情况相当严重 有公司从中锈到商机 将厨余处理再利用 废弃物摇身一变成为原料 接着再制成各式生活用品 比方说这把刷子原料用的是 没有人要的鸡蛋壳 另外悬挂在工作室里的袋子 也是处于回收利用后的成果 过期的牛奶大家选择倒掉 其实牛奶可以制成纺织纤维 品质比羊毛还好 除于变成工业材料 需要经过复杂的生化处理过程 香港城市大学的能源与环境学院 就有一群学者在开发生物提炼技术 可以将厨余转变成日常用品 比方说塑胶洗涤剂的重要原料 如同制造生殖燃料 出于同样能借由生物提炼 废物利用 然而从玉米大豆提炼生殖能 很可能推升粮价 甚至造成粮食短缺 相反的用厨余当作生物提炼原料 比较符合永续经营的理念 科技固然能够疏解香港沉重的垃圾压力 不过根本知道 人们还是应该改正浪费的恶习 建立爱惜食物的观念 香港这个国际美食大臣 竟然制造了这么多的食物浪费 我们除了要呼吁香港人 要建立不浪费食物 爱惜食物的观念外 也希望香港学者 正在研发的厨余处理技术 能够成功 这样就更环保了 而谈到环保问题 动物的保育也是个重点 我们都知道肯亚是动物王国 拥有世界最受欢迎的野生动物园 来到这里的观光客 除了要看看狮子老虎的英姿之外 体态憨厚的大象也让人印象深刻 但是大象的数量已经大幅减少 因为这里的保育观念很差 很多人为了卖象牙赚钱 因此射杀大象 光是去年就有300多头大象遭到射杀 国际动物福利基金会 IFAW 为了保护肯亚东南方 安波希利国家公园大象 经过一年多的努力 终于获得园区周边 1000多位地主的同意 让园区里大约1400头大象 可以在他们的土地上自由活动 这对大象的保育是一大进展 这项创举可以说是非洲国家 暴育动物的典范 空旷的原野上 一群大象带着小象 悠哉地来个夕阳下漫步 衬托在远方的高山 是非洲第一高峰 海达5895公尺的吉利马扎罗山 位在山区附近的安波希利亚国家公园 面积只有398平方公里 是肯亚第二小的国家公园 但是周边整个生态系统 估计有5000平方公里 在这个生态系统里 估计大约有1400头大象 生活在这一片宽广的天地之间 不过最近这几年 大象的生存受到了严重威胁 为了获取可以卖到高价的象牙 盗猎相当猖獗 2012年就损失了384头大象 一头头躺在地上 一动也不动的大象 看了让人心疼 部分地方民众利益熏心 让常常在园区查看的巡逻员 也不能不承认问题的严重性 除了盗猎猎之外 大象的栖息地也逐渐缩减 不过这不是因为气候变迁 而是因为人文因素 肯亚通过的一项新的土地法 允许国家公园周边的地主 可以分割出售 这让公园周遭的土地 越来越多人持有 每个地主的使用方式不一样 也让过去大象自由 遨游的面积面临威胁 随着土地被切割得越来越细 安波西利国家公园附近一块 16000公顷的牧场 还算是保留了完整的生态 于是国际动物福利基金会出面 跟这块牧场 大约1600位地主协调沟通 要一一获得他们的同意 把土地租给基金会 这项工作相当艰巨 前后花了一年以上的时间 而且当地民众大多是畜牧文生 很多人连小孩的学费 都快付不出来 有的是被迫要出售土地 来筹措学费 以及越长生活开销 为了让地主们没有后顾之忧 国际动物福利基金会 还推出一项奖学金 让贫穷家庭的孩子 可以在不辍学的情况下 学习如何当个园区巡逻员 一千六百位地主的同意书 还给了大象拥有宽阔的空间 而基金会也希望 这项历史性的签署 能够成为其他非洲国家 保育动物的模范 没有错 象牙所做成的工艺品 饰品都非常值钱 但是为了商业利益 而屠杀大象 这不仅是一种残忍的行为 而且也破坏了生态环境 实在要严格禁止 而我们除了要好好照顾野生动物之外 更要好好照顾新生宝宝 我们都知道台湾婴儿的出生率 几乎是世界最低 只有在去年农年的时候 台湾婴生儿的数量 才突破二十三万人 创下十年来最高的记录 而婴生宝宝的成长环境 是为人父母最重视的事情之一 英格南西南部的休闲度假大城 巴斯市 就成立了一间专业的婴生儿照护中心 温馨的环境加上专业的医疗设备 使得新生宝宝能够在这种舒适 安全的环境下健康成长 在病房里 拥有二十八年新生儿照护经验的 护理人员葛兰特 亲切地和早产儿妈妈 讨论宝宝的状况 经验丰富的她 最明白这间中心对宝宝的好处 一位在妈妈怀中的是提早12周出生的早产儿 艾伯特他熟睡时安稳的神情令妈妈感到欣慰 它是一个比较安静的环境 我感觉当我进入艾伯特就会比较安静 我感觉非常安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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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能够肯定在开放的空间里 艾伯特还能和祖父祖母享受天伦之乐 在这里没有强烈的日光灯 更没有嘈杂的医疗设备 取而代之的是柔和的灯光 和医护人员无为不至的照顾 坐落在英格兰西南区巴斯市的照护中心 中心四周有绿意盎然的草地 还有种满花草的绿化屋顶 不但增添了轻松闲适的氛围 更能有效阻隔噪音 代森新生儿照护中心 使用纯木材建造 高耸天窗 集聚设计感的空间 孩子的游乐间 甚至还有新手爸爸们的交仪厅 赤资27亿台币建造的代森新生儿中心 也是全欧洲第一栋的绿建筑医院 这栋中心的成立归功于英国企业大亨 詹姆斯·戴森 与他的妻子迪尔德 戴森有感于当年妻子和找产的孩子 没有办法在一般医院得到妥善的照护 因此捐献27亿台币 与皇家联合医院共同建立 这一间有如SPA休闲馆的新生儿中心 2011年7月 英国皇室康沃尔公爵夫人为中心开幕 现在每年约有500多位婴儿 在这里得到妥善的照顾 根据医院的研究 戴森中心低噪音自然的环境 让宝宝的睡眠时间较长 喝奶的量也比一般医院的宝宝增加了六成 独立专业的新生儿中心 护理人员不用再疲于奔命 更能专心照顾好每一位宝宝 也有更多时间和新生儿父母沟通 让新手爸妈和宝宝 能一起健康快乐地成长 照顾新生儿 常常会使新手父母手忙脚乱 如果有专业的照顾中心的协助 那么就可以大大减轻父母的压力 全球视野每天给您不同观点 全新感受 掌握世界脉动 谢谢各位的收看 我们下午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